大家好 今天是4月27日 星期五 首先想多謝大家 為什麼呢 其實昨天說的那些 不好意思 有些有感而發的 都容許我開頭 講一下 心底話 因為我不知道 其實做了這一行 一段時間 做了十一二年左右 都真的見過 你可以說 見過很多星視 跌視這些 我以前對於這些事況 真的會很害怕 心裡會害怕 但是近幾年今晚海嘯之後 見得多了 已經沒什麼感覺 但是我自己 轉了個耀才之後 先叫做 多了出來 見傳媒 還有可能見很多 叫做手工投資者 以前就跟一些 以前做英王的 在英王那邊的時間 就見得多一些 叫做AE 即是經紀 經紀都沒有什麼 他們都是炒的 有時候都會問一下 你意見 但是現在對於 之後聚取很多 手工投資者 尤其是 都有一個心態 就是說 想幫大家 贏錢 其實我個人心底 都很討厭 輸的感覺 不喜歡輸 我想人也是這樣 所以都經常希望 推薦的股份 可以幫大家 贏錢 還有一個心態上面 我經常覺得 當然你可以說 騰訊 信用這些 我也有課 一起叫做捱家 但我又真的 不想人家輸 這可能跟性格 有些關係 人家輸一次 我會有些 感覺好像 過意不去 我自己輸 我沒什麼 但人家輸 可能我會不開心 所以昨天那裡 只可以 令到大家 有些 感覺不太好 不好意思 真的 這樣 不過我都會 不斷學習多些 其實現在 都很開心 跟大家交流 有時候 迫我自己 要多看更多的東西 所以 都是 感謝大家 怎樣也好 說回今天的市況 只可以說 港股是真的弱的 特別是科技股 我也有點想不到 為何可以騰訊 這些 它有太多彈 但跟我自己 預計是彈得少 因為 其實很有趣 像美國的科技股 最近出現業績 其實每間都很厲害 尤其是亞馬遜的業績 我相信 令到很多人眼前一亮 甚至是害怕了 因為它太厲害 所以 美國有些文章 有些好笑 很划算 是怎樣呢 它就是說 希望特朗普 快點出來罵多 這個亞馬遜幾句 讓它的股價 可以回覆 才可以買 因為為什麼亞馬遜這麼厲害 其實它的業績增長 你不要忘記 這麼大的公司 它的增速 是以一倍兩倍去的 其實真的很厲害 所以它的股價 如無意外 今晚是會破頂 破歷史的位 如果這樣算的話 它累計 由年初至今 差不多升了四成 差不多 所以 如果這樣說 騰訊的股價 其實今天 雖然有一彈 但彈得不多 我想大家都仍然比較關注 比較擔心 就是它的業績表現 所以騰訊有沒有機會 真的可以大彈 甚至乎 可以回到之前的聲勢 不是不行 但是大家可能要忍耐一下 還有可能到五月中 業績出來之後 希望才有一個比較好一點的表現 還有這一陣子 今天是星期五 比我多說一點 可能走路地討論 這一陣子也很有趣 有時候我看得很快 就是當它升上來的時間 當然大家不斷唱好 每樣都說它很好 技術走勢力很厲害 但現在當它的價格跌 又真的是一層八彩 你看到外面很多的評論 全部都好像突然間 星期五日 好像它很不行 有段時間跌 我又覺得 沒錯 股價下跌 都要找一些理由 但問題是 公司的業務的增長 有沒有變過 但是大家突然間 又看得很淡 我也很不明白 我也覺得 有多少個 堅持看到騰訊呢 現在好像市場 都真的沒有變幾個 當然很多希望是我對 但是 希望在明天 還有 我相信騰訊的股價 甚至乎騰訊也好 信譽也好 我覺得它們前景是樂觀的 所以我仍然會堅持地 看好這兩隻股份 但是市場 現在又想去到三萬點頭腎 這些位置 而且又是主要一個拉鞠的格局 下星期又比較關鍵 因為下星期 又因為中美那邊的貿易談判 還有呢 其實我會覺得 如果假設談判的話 即假設談判的話 即假設談判的話 華為那件事件 有機會 其實會剩下來的 因為正如我提及到 就是 沒錯華為 你可以說華為犯法 即現在疑似有些違規 我犯法疑似違規 那 我會覺得 就算是也好 最終可能是罰錢了事 有機會可以的 就是這樣 但是大家再看 但只不過 如果你是假設談判的話 大家可能對於華為這件事件的看法 有機會會有充分一點 所以變相之下 華為概念股 例如信譽 甚至乎354這些 我是覺得有條件反彈的 而且354本身的業績 真的不是很差 這下真的有點熱 是無妄之災 所以 沒有啦 大家這陣子 都是如果拿著科技股類的版法 就真的 可能先捏一捏價 拿著先 平保的業績 也跟大家又交代一下 因為 按道理 平保的業績 你說好還是不好 我覺得真的是一般 甚至乎 可能傾向於負面居多 因為 新業務的價值 其實跌下去 但這件事 我之前的時間 有跟大家說 就是 平保的新業務價值 上年的時間 已經轉弱了 第一季的業績 印證了這個情況 但公司的管理層 預計二三四季度 會做得更快 反而我會相信 平保的執行力是OK 所以我也有貨 但我也不理會 先拿著 因為我覺得平保 其實是否差得很交關 又不會說很差 雖然那兩毛錢特別適合 其實真的太少 那裡也不理會 不過 沒有 我仍然會先拿著貨 也不理會前景 我覺得這也是沒有 當場版 有朋友說 講開約股 其實約股 我自己看 都比較喜歡的 其實是一隻石油集團 一年九三 還有這一陣子 可能看得多一隻 六頁劑藥 二一一 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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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二一 二 二 你 二 五 二 在估值太貴之下 不建議高追 當然大前提是公司的業績如果還可以的話 再追也不害怕 但現在這些位置不建議大家考慮一下 還有下星期就是匯控出業績 5月4日 所以大家可以 現在有沒有課也好 其實我覺得匯控有五厘息 真的可以說可以長持住 這是不害怕的 所以大家現在 有課的就先拿著 這個星期其實我覺得是難捱的 因為很多科技裡的辦法跌得是很厲害的 我自己有時看著 騰訊股價也覺得沒什麼用 我有這個想法 當然說了就算了 我心裡也希望股價有機會再調多一點點 可以幫我入多點課也算可以了 今天就這麼多了 再次多謝大家 我知道大家有些股票問題 在下面留言給我的 有朋友問過Visa 也有朋友問過台積電 我有輕輕看過他們的業績 但不算很詳細 我會在這幾個隔期的時間 再詳細看一看 下星期一跟大家再分享 今天就這麼多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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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